南韓總統在平壤一連串的威脅和嚴詞威嚇之後 星期一促請北韓走上和平之路 南韓總統李明博在《國殤日》發表演說 他說南韓政府為此章涉而不捨地本鑽內心 爭旨一貫地繼續努力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 李明博並沒有提及南北韓官員 上個月在北京的秘密會談 字幕志愿者 李明博